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样是懒人牙刷 不不不 是三面式牙刷 有人会问我说 三面式牙刷要怎么刷 跟医生教我们的刷牙方法 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当然啊 三面式牙刷正所谓它有三个面向 三个面向 而且还有三面的刷毛 那么呢 怎么刷 来 我们放上 这是我们的牙齿啦 这是假的模型 也不是真的 所以牙齿会稍微大一点 这个三面式的牙刷呢 就放上去我们的牙齿之后呢 你只要平行的刷 平行的移动就可以了 这同时就刷到我们的三面了 那你会问说 外面的牙齿跟齿盈之间的缝隙怎么刷 可以 往外 往外就可以刷到我们的齿盈 然后往内也可以刷到我们的齿盈 同时我们牙齿内面的污垢 也可以清除的掉 像我们经常喝咖啡啦 喝茶等等这些都是 很容易残留在我们的牙齿的内侧嘛 所以 大家看一下牙齿内侧 这边会残留一些污垢 所以呢 三面牙刷可以帮我们做这样的清洁 那再来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清洁这个牙齿里面 后面的大旧纸 比如像这个大旧纸比较不容易清洁 像我们如果照着一般的牙刷 然后刷贝斯刷牙法的话 大概你也比较不好刷 那三面是牙刷可以帮你清洁后面的旧纸的部分 一样是可以清洁你三个面向 一样是往外清 往内清 OK 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 不是放进去好像不是很习惯 你会觉得好像两只牙刷放在里面一样 但其实呢 你可能刷个两次其实就习惯了 那么 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85%的人呢 刷牙其实都少于一分钟 也就是少于60秒 因为急急忙忙的生活嘛 但是也有15%的人 只会遵守这个被试刷牙法的一些刷牙的规则 所以我们在这边想要跟大家推荐 三面式牙刷 希望你也会喜欢